一直以来南京以丰厚的民国历史积淀为傲 而中山林几乎是每一个到南京的人的必有之地 中山林位于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路 是孙中山先生的林寝 整个中山林由南往北 沿中轴线逐渐升高 主要建筑都排在一条中轴线上 这是咱们中国建筑最传统的方法 从空中俯瞰 像一座自由中 宁波的入口处 处理着一个高大的花岗石排方 采用四柱山门的冲天式造型 上面的博爱两个字 也是对孙中山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 这个就是中山林的宁门 它以青色的琉璃瓦为顶 门额上为孙中山的首季 天下为宫 四个大字 这个是天下为宫的背面 走过刚才的排放就是长长的阶梯 一直到上面的祭堂 一共有十阶392集 八个平台 这是当时由上海市政府捐赠的房谷青铜大顶 一共是两个 一个至今是完好无损 而另一个顶的上面至今还留着当年清华日军留下的弹孔 这个是弹孔 这个是完好无损的 中山林的台阶是很有讲究的 你知道为什么修建了392集台阶吗 这其实代表了当时的中国人口是319200万 有意思的是当你从下往上走的时候 你只能看见台阶 却看不见平台 寓意着革命的道路是艰难和坎坷的 当你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 你看到的全都是平台 这又寓意着中山先生开阔的视野 历经千辛万苦的革命道路之后 回过头来再看当初曾经走过的路 也觉得并不是那么的艰难了 在台阶的旁边有一尊西洋风格的狮子 仔细一看 这个狮子 你会发现这个狮子没有尾巴 这个炸掉的尾巴是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杰作 当时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 西洋风格的狮子正好代表了资本主义 割它的尾巴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来到中山林最主要的建筑 祭堂 中门上嵌有孙中山先生首书 天地正气直额 三座漏花子铜双飞拱门 门额上分别刻有民族民权民生 这也是中山先生一生倡导的三民主义 陈运河有一首名为中山林的诗 里面有句话非常能代表我此刻的心情 一生就是屹立的一座中山林 我有幸登上你生命的终点 感谢观看 优优独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